土门景点打卡完后 午餐选了袁奶奶包饭 他们家菜单做成卷轴的样子 品种还挺多的 三种免费小菜 辣椒圈 蒜片 他们家招牌的拼盘包饭 五花肉和肘子 尝尝看没吃过的红烧明太鱼 要了个炒杂菜 大酱汤咕嘟咕嘟的 先给自己来个饭包 五花肉稿里头 再来一片肘子肉 一口下去咬不断 嚼几下继续第二口 只有皮肚饭包里面加了生蒜片 此时的我没法搭话 省点签子断几下 就这样点臭这个 还是因为肉粗 肉不臭的酱 后面的米饭也很好吃的 炒杂菜 炒杂菜挺好吃的 调味挺好的 白口烧明太鱼 这个鱼还不起来 鱼比炒杂菜还要辣 这个鱼还不起来 鱼还不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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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酱汤 这个大酱汤也是有点臭味的 四个菜我最满意的是炒杂菜 饭包的肉和米饭都不够热 搭配的酱是有些臭味的 南方人是真的吃不惯 明太鱼肉质偏粗 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鱼了 这点四个菜 吃吧 吃过了 吃过演技 啊 鱼很吃不惯 这样吧 拜拜